再加一個東西進來 您看右上角那裡 我們現在講的這些動作 您都可以在真正的Webdino上玩 只不過我先用模擬的 您看一下有沒有一個燒杯 這個燒杯就是Webdino比較更 事實上Webdino更厲害的就是我們一般講的互動 完全自動化也許不是它最專長的地方 但是互動的部分是它很重要的 你把這個打開有沒有發現多了一個 這個區塊你可以把它拉出來沒關係 您可以看一下這個互動方式 目前它預設有提供這幾種 你們預設進來應該是在顯示文字 你可以把它切換到點擊燈泡 就會有一個燈泡跳出來 這個區塊如果你疊在我們剛剛模擬器上面 你可以放到上面之後把它稍微拿到旁邊 這樣都可以 好 那你看我有了這個之後 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左下角 剛剛大家在看這個Blockley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的類別裡面 最下面有沒有一個叫網頁互動 這一塊的就是要控制哪裡 控制我們這個互動區的 所以你把這個三角形打開 有沒有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這裡的互動方式就是在這裡 也就是說我們這裡的積木 控制的是這個網頁的區域 然後呢上面的這些區塊 控制的就是我們真正WebDuno的裝置 因為你想看看 我今天要讓你看到燈泡有沒有亮 那麼如果只有這裡的燈或真正的燈亮起來 各位我突然想到我們那個像我們外面也好 你們家裡面有沒有那種開關就是電源開關 是關掉的時候會亮的小橘燈 那你開下去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小橘燈都熄滅 那我們這邊跟那個道理一樣 小橘燈是不是真正的你要點的那個燈 不是 可是有那個指示 有這個指示 你是會看得比較清楚到底有亮還是沒亮 對不對 所以就是那個道理 那我們現在來看 既然我把這個打開 我們剛剛閃爍的部分 這個積木我就先丟掉了 可是我們原件還是留著 就是硬體的部分還是留著 好 那你看我來這邊點擊燈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綠色的點擊燈泡 之後要執行什麼事情 來我把它丟出來 丟出來 也就是說我現在硬體一樣 當我按下這個點擊燈泡的時候 我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把真正的LD燈打開 第二個 我要把這張圖片換成會亮的那一張 對不對 這個是指示燈嘛 讓你有感覺的而已 所以你們看 這裡這個地方 點擊燈泡有沒有叫狀態切換 狀態切換就是如果是暗的 就變成亮的 亮的就變暗的 我們有一種叫雙向開關 對不對 按一下開 按一下又關燈 好 一樣的你看我們LED燈 因為我現在控制的是這個虛擬的 這個虛擬的 我現在要控制真的 就把LED燈你往下走 也會看到有沒有叫狀態切換 那趕快丟到這裡面拿 這樣不小心就寫好了 這樣不小心就寫好了 我們執行一下看看 有沒有亮 對不對 虛擬的也會亮 因為我的接腳是一樣的 這樣OK 然後待會開放之後就會 就會有人這樣玩 這樣了解 狀態切換 哪裡哪裡 狀態切換嗎 只要是同一個裝置的都在 在比較下面 你捲動一下 在比較接下面這樣 這樣有找到的齁 嘿嘿嘿 你可以試看看沒關係 可以稍微試一下 你如果要玩我的 非常歡迎 我們家的寵物名字在這裡 我沒有大小選 LGOA LGOA 你就可以控制這一顆 就可以控制這一顆 我們剛剛不是有提到嗎 誰控制的他就不能控制嘛 所以如果說 如果說你想要多人控制的 你來這邊 你看一下 在我們開發板 這個開發板的最右邊 各位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叫協同控制 如果我把它勾起來 你可以按 別人也可以按 這樣了解嗎 也就是說 多個人都可以一起控制了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 你玩完別人不能玩 別人玩完你又不能玩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你只要把它勾起來 你按都會有 只是現在不知道誰在按而已 只是現在不知道誰在按而已 呵呵呵 你會不會有可能自己打成 在這裡要拿起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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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